相隔7年再度打进季后赛的酿酒人 今天启用假信先发面对洛基 外员投走Woodroff不顾众望 表现十分精彩 Woodroff一口气投了三局 不但没被打出安打 还投出三次三振 今年国联MVP呼声最高的Jelic 在三局下半一出局 一类有跑者的局面 就带给满场球迷振奋的一击 釀酒人的投手车轮战 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从接替Woodroff投球的Berms 第三人投手Kanabo 到第四人投手Hader 让洛基在前八局打完 仅仅只有一只安打 只有三位打者上过磊包 前八局打得有气无力的洛基 终于在九局上半展开反攻 面对酿酒人终结者Jeffries 连续三棒出现安打 终于打破鸭蛋 Para正在回家 接着再靠着Arenado的高位牺牲打 让双方战成平手 也让比赛进入延长 时局下半Jelic先获得保送 两出局之后 Mustakas一棒打出四十安打 终结比赛 让九人最后就以三比二击败洛基 拿下分区系列赛第一胜 你喜欢王润阳镜这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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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给点赛 世界真的是 好